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生法师,诸位法师徒,诸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这样殊胜的缘分在心地,跟诸位谈谈佛华。 今天的题目是《戒空法师》通证,要不设设消除业障的方法。 这个题目,我想是我们现代每一位学佛同学都非常关心这些问题。 同学们,无论修学哪一个宗派, 宗盛教、密教、宗门教教,正所谓是发门无量。 所以,古时候的人,无论是在家出家, 我们在文字下面所看到的, 我们在文字幕志愿者, 大有仁在 為什麼現代人 說實在吧 現代人的聰明智慧 不舒遮古人 現代人在物質文明的進步 超越古人太多太多 以接觸佛法的因緣來說 古人要想得一尊佛像 得一本經書 是我們無法想像的那種困難 古時候印刷書 經典都要依賴首長 這種情形 在民國初年 還是如此 我記得我在做小學生的時候 不但經書 你要去到寺院藏經 借出來抄寫 自己抄一本吧 即使是一般 世間的典籍 也需要收藏 哪有像現在啊 印刷書這樣的發達 印的書本 這樣的精美 價格又低利 是我們很容易得到 這種方便 在古時候 做夢都想不到 現在我們晚上講經 用的是電燈 照明如同隔咒 沒有兩樣 而在抗戰時期 半個世紀以前 我們在學校念書 晚上上自修 點油燈 一根燈草 那個光度 一發燭還要弱 一支蠟燭的光度 大概差不多 我們那個五盞油燈 才能抵一支蠟燭的光度 我們內心之下過日子 像今天 這個狀況 是我們做夢都想不到 現代的人 在物質生活方面 佛報超越古人態度 為什麼在修持方面 反而不得力 圓圓圓地落在古人的後面 這個就是今天題目裡面 要討論的了 業障 業障兩個字 怎麼講法 我們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 不能夠含糊 所謂的業就是照著 照著 範圍太廣 太廣 佛法把它歸納為三大律 一類呢 隱喻 我們說話是照著 說話 話不能說錯 說話 是大律問的 古人所謂是 一因心棒 一因喪棒 你看說話 關系太大了 第二種 身體的動作 我們一舉一動 一切的作為 這叫生意 身體造作 第三種叫齊心動念 意義 所以身與意義 在我們一生當中 從早到晚 從來沒有停止過活動 這個活動 我們稱之為四 你正在造作的時候是四 四造作完了之後 那個結果就叫做業 所以業是四的結果 我們一般世間人常講 是業 是正在造作的時候 業是你造作的結果 我們先把這個業這個字認識清楚 那麼業為什麼會產生造呢 它造作什麼呢 往深處講 它障礙我們寧心階性 這個講得太深了 前而言之 障礙我們修學的功夫 所以我們的功夫不得了 佛法的修學目標非常鮮明 這個詩 無論大小成佛法 縱門腳下 都說得很清楚啊 破滅 歷苦的路 這是我們修學的功夫 建議 那麼我們米有沒有破呢 有沒有破呢 惡有沒有開呢 那苦有沒有利開呢 樂有沒有得到呢 真正學活的人一定是有這樣的效果 如果我们学佛 尤其是学了很久了 我们还是很苦 心里面有忧患 身有许多苦恼 我们学佛就有了偏差 换句话说 自己一定要知道有了眼障 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身与意义 一切的造作 与佛的教学相违背 所以佛法教学的殊胜的利益 好处我们得不到 学佛如果得不到好处 得不到真正的利益 就会想想我们学它干什么 后边浪费这么多的时间 浪费这么多的精神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大家都讲究现实 佛法也不例外 佛法比我们世间还要现实 如果你是学佛 忽略了现实 那是误会 佛法是最讲究现实 学了立刻就有用处 立刻就有效果 可是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佛在经论里常常给我们讲 如理如法的修学 也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和理 所以要和法 离根法就是佛在经典上所说的 所以佛讲经 任何一部经 都有教 礼 行 工 这个四类 每一部经都有 佛所说的话 后来这些弟子们 用文字记录出来 这成为经 文字是言语的符号 所以言语文字是属于教 教学 教学里面有内容 你不能不知道 内容是理论 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 是些什么道理 理明白之后 我们如何把这些道理 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上 我们就能得受用 如果所学的 给我们日常生活脱节了 没有关系了 那这个就变成玄学了 虚而不识 不切设计 没有用处 这个东西我们不会学的 佛法 佛法不是学学 佛法是很适用的 英语学问 所以你要把理论落实 你不懂得怎么落实 佛在经上给你们讲的有许多方法 这叫行法 依照理论方法去修行 依照理论方法去修行 后面一定会得快乐 会破离开物 利普得落 那就是古 至今有四种教理辛苦 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呢 我们学习也有四个方法 信解行政 我们对佛的教导 要相信 佛的英语 我们相信 记录下的经典 我们相信 信了 是不是就行了 不行 信了之后 要解其理 我们信的是教 教里头所讲的道理 我们要明白 要很清楚的懂得 你要解其理 离明白之后 要修行 它里面讲一些方法 我们要把这些方法做到 那叫修行 换一句话 我们日常生活行为 包括我们的思想 言语 身体一切造则 如果跟佛所讲的理论方法 跟佛所讲的理论方法相不相应 如果不相应 一定要承认 我自己错 佛所说的是正确的 是对的 我要根据佛所讲的道理方法 把我自己的错误修正过来 这个叫修行 如理如法的修行 你就会正果 什么叫正果呢 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我们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 那就是果报先前吧 你就这么过了吧 也就是 你证明了 佛所讲的 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学 你会得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 你果然得到 在现行 一定会得到 身心难过 烦恼 少了 一年比一年少 智慧 一年比一年增长 身体一年比一年健康 家庭一年比一年活落 这就是真果 这是果报 这种小的果报 你都没有得到 做佛做菩萨大的果报 他就没指望了 小果报是眼前的 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转变 每一个人修学 每一个人自己 身家都转变了 社会就转变了 给社会带来的是安定 活摩 繁荣 希望 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 我们修学就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一定要懂得 这不是佛说错 我们做错了 我们没有依照佛的教训去做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 在我们整个 学佛同修当中 这个现象很普遍 我也常常遇到 有人来问我 我们在讲经说法之中 也常常提到 那么今天 平法师特别提出的问题 让我们深深地反省 我们过时就近残暗 为什么我们处在今天 这样优越的环境当中 得不到佛法修学的效果 我特别提出 三十七道品前面的三段 四年初 四正情四如意足 来给诸位做一个报告 你要问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会有业障呢 佛这个一些教训 我们俗获了 所以我们俗学不得了 在俗学 总纲灵里面 就是看破放下 我记得我初初借出佛法 第一天跟张家大师见面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我提出的问题 我现在知道佛法很好 有什么方法 叫我很快的就能得到 张家大师听我这个发问 他也很欢喜 他告诉我六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这六个字好像是不难懂 实际上很深很广 什么叫看破 看破的意思是对于 我们自己 跟我们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你明白了 清楚了 这叫看破 也就是你不迷惑了 看破之下 那你也能放下 放下了 业障就消除了 那么我们今天放不下 原因是没看破 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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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容易 佛法 这门学问 正如过去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知难行义 凡夫跟佛 实在是一念之间 一念觉悟众生 做佛 一念迷惑 佛变成众生 所以凡圣 只在一念之间 看你会不会转 所以佛家常讲 转翻成圣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然后你要真正希望消除你的业障 你要过佛菩萨的生活 过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 你不能不懂 四念初 这是三道品 三十七道品里面第一部分 三十七道品 一共三十七个科目分为七大类 这是前面的三类 第一类就叫四年初 包括四个科目 这四个科目是智慧 用智慧来观察 了解四十真相 第一个观神不尽 你要了解我们现前这个身体 身体是什么 这是物质 这个物质不干净的 在新加坡热带的地区 一天不冲凉 这个外地人家一天不洗澡 身上就臭汗了 气味好难闻 你能说你身体干净吗 这佛教我们了解真相 身体是很不干净的东西 佛教我们第一个 你要认识他 认识他意思在哪里呢 不要过分爱惜这个身体 世间人 没有一个不爱惜自己身体 想尽方法来保养他了 为这个身体造了寻寻多多的罪业 这是错误啊 一定要把身体认清楚 当然认识清楚之后 我们也不必过分的去保养他 也不可以糟蹋他 你要糟蹋他也是罪过 过分的爱他也是罪过 那要用什么态度来看他呢 平常心看他 一些让他随缘 所以随缘就是让他 随顺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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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食齐居 随顺自然 在新加坡这个地区 比较上单纯 中国是在温代 温代这个地区 春夏秋冬四季分明 你看看在中国古时候 我们的古节里面所看到的 不但每一个季节不相同 每一个月份 每一个节期 节期是半个月一个转变 就二十四个节期 每一个节期里面 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 我们如何穿着 影视其余 从前人不讲究 这个讲究是随顺自然的生态 随他身体健康 中国的医学 诸位知道 医学里的最重要的一步是 《皇帝内经》 这部书最低限度 也是汉朝以前的作品 据理我们现在至少是 两千年前的东西 那个里头真学文 中国医学 中国医学 给各位说 目的不是指定 主要的目的 是将长寿 根据中国医学理论来讲 这个肉身 它可以在这个世界 就变了混两倍 就好比这个机器一样 在现代的社会 很多同修自己都有四架车 你这个车辆 这部机器 你要好好地保养 使用得罚 它的寿命很长啊 那么这个身体很不幸 几十年就死了 就不能用了 那是什么 你不会保养 你不会使用 你使用错误了 你把这个身体糟蹋掉了 所以才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你看中国医学目的 纯正高明啊 医学第二个目的 是防止疾病 所以它不是疾病 防止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如何不生病 顺应大自然 就不会生病 所谓是春生秋长 夏长 秋瘦冬藏 这是叫四季的运行 我们身体也能够随顺 这个自然的运行 它就不会生病吧 在饮食 夏天 天日 外面日 我们要吃日的 内外完全相应 冬天天冷 我们要吃凉的 你看看冬天的植物 大白菜 大萝卜 凉性的 现代人的时候 冬天要吃热的 夏天要吃冰吃凉的 那要命啊 他身体怎么会健康呢 怎么会不生病呢 违背了自然的发生 违背自然生态 古时候啊 父母教 老师教 现在父母也不懂了 老师也不懂了 没人教 自己如果不看看古书 你怎么会知道呢 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还算有幸运 过去清静老师 老师还给我们讲解 还教导了 我们还有这么一点常识 可是看现代年轻的一代 很悲哀了 没人教导他了 而佛法的生活 更高了一阶 佛法讲 横顺众生随喜共同 这一句话 对人 对死 对我 佛比这个世间生人高明多了 为什么 世间 情直 魅方下 换一句话说 有幸 有意 随身自然 而在佛法呢 他做到忘我了 这个境界就高了 所以他那个横顺 完全是跟大自然的融解成一体 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所以世尊当年在世 他的生活是脱布 他没有分别 没有自主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他也不生病 他也能健康长寿 所以懂得 这个身的性质是什么 我们用什么样心态去保护保养他 不必过分的执着 将来是使生受生来得容易吧 这是头一个用智慧眼来看我们的死神 来对待我们的死神 第二 佛教给我们 观寿有时苦 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有一些享受 是苦不是落 所谓的落 是那个苦暂时停了一下 你觉得很落 没有苦 我就觉得很落 苦乐是相对的 新鲜出来 你譬如 怎么知道你观寿是苦吗 你一天 要吃三顿饭 一顿不吃 就苦了 可见的 那个三顿饭的用意是什么 治疗 悦苦 你这个身体不是一个正常的 是带着严重的毛病 什么病 悦病 到时候 就要以饮食来治疗你的悦病 这个瘟病 这个瘟病几天不治疗啊 这生命就保不住了 你想想你饿在哪里 所以 所以落是假的 苦是真的 那么佛 为我们说这个四十真相 经论里的说的太多太多了 我们单单讲这个问题 三天也讲不完了 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 所以对这个世界种种享受 不必须要认识清楚 第三 叫做我们观心无常 现在念头 齐心动念 前念灭了 后念就生了 而前念头变化太大 无常 无常 它不是一定的 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 要认识清楚 人家说 我很喜欢你 我很爱你 你听了点点头 若无其事 为什么呢 假的 不是真的 他那个心是无常的 会变化的 前天我在报纸上看了一个标题 这是不是死的 是外国 一对夫妇 早晨结婚了 晚上离婚 你看看 就是无常吗 我相信那个报纸很多人看过 所以要晓得 假的 人家说我恨你 你讨厌你 不点点头 无所谓 也是假的 他那个心呢 变化无常 他自己都控制不住 你为什么把他当真 你要当真 那你就很苦了 你晓得 一切众生 往来都是虚情假意 你明白事实真相 跟大家相处就很好了 为什么呢 不再当真了 你要当真 你要当真 你跟人相处就很痛苦啊 你要知道全是假的 唱戏没有脸呀 一会唱红脸 一会唱黑脸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那我们跟一切人相处就很好相处 都不要当真 都不要当真 知道心念头无常 别人如此 我自己也如此 到什么时候啊 到什么时候啊 你的心是不会变了呢 那你大吃大物啊 明心见心之后 那个心呢 就不会变了 你看楞严经还所讲的 常注真心 真心不会变了 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妄心 什么叫妄心呢 生灭心就是妄心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叫生灭心 生灭心是无常 是妄心 这个心不可靠 全是假的 佛菩萨有心 是真的 永远不变的 如果我们明白了 体会到了 才知道 佛在经典里面讲的 句句话是真实 可以相信 可以接受 可以一交奉行 这心是什么 第四条叫我们 观察一切万法 也就是 我们自己身心以外 生活的环境 生活环境里面 有动物 有植物 有矿物 包括大自然的现象 佛法里面 将这范围大 所谓是 横遍奢荒 数穷三级 从空间讲 无限大 从时间讲 过去 现在 未来 过去无时 未来无中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所有一切 万事万无 佛告诉我们 无我 我 观法无我 我是什么意思 主宰的意思 也就是说 世出世间 一切法 没有主宰 那 那个意思 跟无常 是 同一个意思 告诉我们 外面境界千变万化 没有主宰啊 那么 这是 佛 告诉我们 我们 现前 得到这个 人生 一生当中 生活 环境的 四十 真相 你要看清楚 这是说 于智慧 这个就是 张家大司 教的 我们 看我们的破 你能够看清楚了 你就不会造业了 那么这种现象 六道 反复的现象 超越六道 不是我们的境界 佛 一层 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在此地 就省略了 我们今天 最重要的 我们眼前需要的 现在需要学习 学习 学习 立刻 就得受用 所以 你要有智慧 要明白 自己的身心 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 所以真相 是不敬 是苦 是无常 是无悟 我们细心去观察 细心去体会 佛所讲的这个话 对不对 让我们自己去证实 看破之后 功夫 是在放下 那么佛也交给我们四条 这个四条 总而言之 佛家常讲 回头是难 我们世间 古人所讲的 回首如意 现代人 拿如意很少 古时候的人 特别是富贵之人 手上啊 手上啊 常常拿一柄 如意 他拿这个手上 拿如意干什么呢 警惕自己 你看那个如意头 是回过来的 提醒自己 回头啊 回头就好啊 所以 三十七道品里面 四 如意足 就是这个意思 你一回头 你就如意了 足是什么呢 足是知足 所以佛教给我们四条事情 第一个 欲望 欲望就是我们讲的享受 物质生活的享受 精神生活的享受 要知足 不要太过分了 知足 第一负 如果自己有多余的 这个世间 苦难的人很多 你能帮助苦难的人 好啊 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地区 可以说 物质精神生活都相当丰富啊 应当知足 如果你真正是修道人 佛常常勉励我们 要修神 要急功为德 要多做好事 多多的去帮助别人 我们自己在生活上减少一分 对我们没有方案 但是 就能帮助寻思多多苦难的人啊 这个事情多好 实在是个落死啊 所以第一条佛教给我们 我们对于生活能够知足 不奢远 不去追求 不去追求 造业的机会就大幅度的减少了 特别是在饮食方面 那么今天来听讲演的 我相信大部分都是佛弟子 佛弟学生 我们的饮食其实简单 我们采取素食 素食好啊 很健康啊 不要以为 素食没有营养 肉食才有营养 害奇奇怪怪的病啊 都是肉吃多了 才害病的啊 蔬菜带来我们的疾病 就大幅度的减少 如果蔬菜 你选择得很新鲜 很干净 对于身体营养 有一定的好处吧 我是二十六岁 懂得这个道理 老一辈的人跟我讲解 我听懂 听明白了 我就开始做食 我差不多吃素将近五十年了 我没有生过病啊 没有进过医院没有病离啊 我这个现身受罚了 吃素好啊 精神饱满 体力啊 还可以给年轻人比啊 这个台下我还可以跳下去啊 没事 没事 那个吃肉的人身体跟我比不能比啊不如我 素食的好处 我们真正懂得了 采取素食 那么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 素食里面 尤其是吃生菜 蔬菜 煮熟 煮熟啊 那个营养已经打了对折 生菜好啊 都回归到自然了 也不必选择很多样 有些人也有个错误观念 营养要平衡 要摄取很多种的维生素 你有没有想到 你看澳洲牛西兰 那边的牛羊很多啊 长得又肥又胖啊 天天吃青草 他没有挑靠别的东西吃啊 他一生就吃一样东西吃得肥肥胖胖的啊 我们从这个里面观察了就明白了 需不需要搞那么多花样呢 不需要啊 所以最健康的饮食是最简单的饮食 符合大自然 哪个月份 生长的这个生物就是最好的 所以在中国过去 也是起居 你看看礼器有约令 约令十二个月 每一个月里面吃哪些东西 这古书里头都有记载 我们不一定要学习 但是很值得做参考 所以我们的愿望 越低 你越快乐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制作 第二佛教给我们 精进 那静是进步 求进步 大家容易懂 但是我们忽略了 但是我们忽略了精 精神 纯而不咋 事出世间乏了 未免呀 我们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 专心做一种事情 专心做一个事业 把你的精神 实际 时间 能力 都在一点上面发挥 你会有成就 有一种特殊的成就 有成就 你就会有快乐了 所以唯有精进的人 才会长生欢喜心 这佛经理常常讲的 长生欢喜心 一个人 能够天天生活在快乐当中 这个人很幸福 这个人生很美满啊 快乐不是外面刺激来的 现在一般人 就想乐 都是五一六成的刺激 那个刺激之乐 就像什么 像戏毒啊 打麻飞一样 后遗症太大了 后遗症在我们这家 是业障 但是你在识问上 你在事业上 精进那一种乐 是真乐 没有负作用的 这个是佛华家的长生欢喜心 所以精进是常乐 第三 佛教给我们念如意诸 念是什么 就是念头 念头怎么样才能如意呢 念要归一眼 也就是说 尽量减少一些妄想咱们 射加坡尼佛教导我们念佛 这个念是最好的 平常有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想我们的事情 想我们的工作 我们应当怎样去做 在不考量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在不考量我们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就是念佛 观念阿弥陀佛 明天的讲题呢 会跟诸位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念佛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处在哪里 应当要怎样念 明天来给诸位报告 你念头望念越少 你的心就安了 心安了 你念就如意了 所以这个念如意也叫心如意 在佛经里头有两种说法 是一个意思 顺念说心的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人 妄想越少就容易迷惑 妄想越少就智慧增长 所以第四 第四条 慧如意诸 也有一些经论里面说 思维如意诸 可见得慧跟思维的意思是相同的 也就是一个思想 思想怎么如意呢 你明白了 你懂得了 你明白之后啊 他的思维也就定了 换句话说 妄想杂念没有了 胡思乱想没有了 人心是定的 定心就开智慧 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佛家讲三宝 三宝是什么 戒定慧是三宝 诸位常常听的三宝 佛法僧三宝 佛法僧的内容就是戒定慧 佛是慧 佛是慧 佛是定慧 身是戒 所以佛法僧就是戒定慧 也就是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讲的修学的纲领五个字 清净平等觉 清净是戒 是戒学 是森宝 平等是定学 是法宝 这是智慧 是佛宝 好 然后你就晓得 无量寿经的书身 无量寿经的内容 都在经题上 写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西游难逢的一本好书啊 这是世出世间 真实的珍宝 哦 过去我讲过什么 现在在知识里面 从今再讲一遍 这一次讲得很详细 因为不受时间的约束 可以长时间来讨论 跟大家在一起 共同学习 所以 三十七道评 这个四如意足 内容就是叫我们放下 而这四条 用简单的话 大家很容易懂 知足 常乐 心安 理得 这佛教教教教过我们的 这就叫放下 了 我们能够看破 能够放下 对自己的身心 生活环境 明白 然后 把一切烦恼 忧虑肥物统放下 身心自在 这个时候 我们如何生活 怎样去工作 怎样去应成 所谓是除世待人节目 佛教给我们四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断窝 已经造的窝 所以自己常常要去想 去检点佛门里面 进入佛门 你一早晚都做功课 早晚扩的用意在哪里呢 早扩是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一定要遵照 佛菩萨的教训去做人 去做事 早扩提醒自己 晚扩是反省 我今天这一天 我起先动力 也有造作 有没有遵照佛菩萨教训去做 顽扩是干这个点 如果都遵守了 很好 我是佛的好学生 明天还要继继续保持 如果发现今天 这个思想言行 跟佛菩萨所交调 违背了 明天要改过 要把它改过来 改过就是忏悔 改过就是修行 早晚两堂功课是这样做的 大家可不能误会 早晨把经念给佛菩萨听听 晚上又念一遍给他听听 跟自己的生活完全不相干 那你这个念经是造罪业 造什么罪业呢 你看泥塑木雕的菩萨 早晨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一天骗两次 一年骗到头 你将来不得地狱 谁懂地狱啊 你以为我早晚功课 一堂都没去 严落王还是叛逆下地狱 什么原因呢 天天欺骗佛菩萨 所以要晓得 我们做早晚功课 今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念给自己听的 请佛菩萨做证明 我接受佛菩萨的教诲 这个意思就没有错了 那你这个早晚两堂功课 做得如法 这真正有功德 做得不如法 有罪不忘 一定要懂啊 说佛就是说个明白人 不应当做糊涂人 佛是一个觉悟的人 学佛是学者 一定要懂的 所以每天要检讨 反省自己的过时 你能够发现自己过时 就是佛家讲的开悟 你觉悟了 你能把你自己的毛病过时 改正过来 这叫修行 这叫功夫 真正改过来的时候 功夫得了 所以佛给我们讲 已经造的这个窝 一定要改 要把它断掉 它以后不可以再有 儒家的教学 也强调 不二过 那是他们修行的功夫 故时只能有一次 不能有重复 跟佛法讲的忏悔法脉 完全相同 那么佛又告诉我们 我们还没有造的这个过时 决定不能再造 哪些是我们没造的呢 我们看到别人造 别人有做错事情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 不要去说别人 不要去遮备别人 要以他做借鉴反省 他有的过时 我有没有 我如果有要改 我没有要勉励自己 不犯这个过时 所谓是 有则改之 无则加灭 佛教给我们的生活 出世待人教 万一切我 除了断我之外 佛又劝我们要修善 修善呢 也有两条 一个是 是好事情 我们现在还没做 一定要放弃 另外一种呢 是自己已经做的 这些好事情 这个好事情 要继续挣扎 不要把它断掉了 佛这个四句话 是教导我们 怎么生活 怎样工作 怎样厨师待人教 遵守这个原则 断一切窝 须一切善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明了 帮助别人是善了 自己如果过得奢侈豪华 过时 我们常常观察 世间有很多苦人 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现前的生活 已经超过他太多 不能再超过了 如果自己有这个福报 你的福报很大 还有多余的 一定要懂得帮助别人 帮助这个社会 念念习求 社会安定 一切众生 都能够和平相处 不但人与人之间的 能够和睦 人与动物 也能和睦相处 新加坡这个地方小 土地面积小 人口多 我们跟野生 动物接触的时间短 那么这些年来 大家度假 如许多人 选择澳洲 纽西兰 这两个地方 是现在地球上 仅有的两块净土 自然生态没有被破坏 那个地方的动物很多 不怕人 人可以跟动物和平相处 好啊 不但人与人之间 和睦相处 人与一切动物也和睦相处 你看那些小动物 你一招手 它就来了 它对你很亲热 它不怕你 一点都不陌生 就是我们看到的快乐 不但与动物要和平相处 与植物也要和睦相处 我们对于一切花草树木 有爱心 我们护念它 照顾它 所以树木花草 它就陌生 我们仔细去观察 好像它也有感性 它也懂得我们的意思 爱花的人 花开得特别美 给它欣赏啊 讨厌花的人 不爱花的人 你怎么样就培养它 花都是一点精神都没有 所以 佛家讲相应的 我们一般讲的 精神的感召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一般动 一般植物 我们以真诚的心 都能够感动它 喉喊是人 为什么我们对于一切人 没有这个效果呢 对于人 我们心里就怀疑它 它不是个好人 它恐怕会骗我 你看 还没有解除 现在就打了很多问号 你对于动物植物 没有打这些问号 就很容易接触 很容易相处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对于一切人 心里上接触 心里上打这么多问号 是我们自己的错 自己决定不应该 纵然它对我们 有种种怀疑 我对它没有怀疑 我们以真诚 亲近 平等心 相待 绝对能够感化 既然以真心相待 我们一定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 它有缺乏的 我们一定帮助它 一定提供它 互助互助 现在的社会 由于交通变迹 自信发达 每一个国家地区 都采取开放政策 所以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区域 都是多元文化的共同体 怎样让这些人 他们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宗教信仰 如何能够在一起 和若相处 互相尊重 相近相爱 互助互作 共同创造我们 安定繁荣的社会 创造 共同幸福美满的人生 非常重要 如果有人问 这个佛法讲的是什么 佛法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那么周围都听说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建立的 他建立这个地区 原来没有人 极乐世界那些人 从哪里去的呢 社方世界移民去的 你要懂得 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 的那些人 族群很复杂了 大家晓得 新加坡的种族很多 西方极乐世界 比新加坡复杂 万万倍都不止 新加坡的政府 我们很敬佩 有智慧 有能力 这些不同的族群 生活在这个地区 都能和目相处 阿弥陀佛更值得 我们尊敬的 那个族群思想 间接不相同的 这无量无边 阿弥陀佛有办法 让他们和目相处 让他们相亲相爱 互助互作 这是大学问 佛法里面讲的 就是这么一段诗学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看到 我们在《华严经》上 《西诺哲娜佛的华藏世界》上 看到 华藏世界里面 哪些人呢 也都是四面八方来的 来自四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他们自己修学 德行 学问 能力 达到一定的境界 都往生到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往生的水平 比极乐世界高 你看《华严经》上这样的时候 他那里面的人发生大死 四十亿未发生大死 最低限度 获一瓶无名 对一份发生 云叫初度菩萨 别叫初地菩萨 往生到那边了 也就是我们讲 移民到那里去 取得移民的资格 结枉世界 移民的资格很低 那个水平很低 我们人人都能去得了 华藏世界 我们去不了 条件太高 而实际上 西方极乐世界 无论在任何方面 都比华藏世界还要出胜 这个真正是难的 所以社方三世 一切祝福 都劝我们 法院往生西方净土 道理就在此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 那么西方世界 唯一殊胜之处 代言往生 所以我们业章重不怕 只要我们有办法 把这个业障控制住 就能往生 不一定要断了 也就是不一定要消除 不像这个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一定要消除业障 而且消除的相当彻底 在佛家讲 见识烦恼断了 春沙烦恼断了 无明烦恼还要破一平 你才有条件 有资根 升到华藏世界 可是极乐世界不需要 只要我们把烦恼稀气控制住 不叫它起作用 换一句话说 烦恼稀气的根了没有断 这叫代言 这就方便太多 换一句话说 人人都消费 西方世界比一切祝福岔土 超甚之处就在此地 所以古大的场所 阿彼陀佛借淫的对象 是九法界众生 尤其殊胜难得的 平等臣服 可是各位必须要记住 我们一定要有功夫 把自己的业障能控制住 这个是最低的要求 如果不能控制住 那就很难了 不相生 其他祝福岔土 要断反途 我们只要控制就行了 而控制是在数 只要将世尊教导 我们这个十二条这个方法 记住 依照这个方法去做 奠定修学的基础 换一句话说 也是奠定我们幸福美满生活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理智 不能动感情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难关 世界人都知道 理智可贵 感情是迷惑 叫迷情 容易做错事 所以佛首先提醒我们 四种观察 这是智慧 就是理智 不迷惑 然后再交给我们 四种知足 生活 欲望 要制作 这个精进 努力 进步 也要制作 这个制作 就是一门 你说太多门了 就是不制作了 你搞太多 你的精力 要分散 时间 分配不过来 你的成就 很困难 精进 就是制作 我一门 神 所以我教同学 应当学 华严经 末后五十三位 神知识 那都是大菩萨 佛菩萨实现的 你看他们精进 知足 无量法门里面 只学一个法门 善良才同学 参访 这个法门 我懂得 我交给你 其他的法门 我不懂 你请教别人 不以为羞耻 学一个法门 一门 专精 这是正确的 所以精进 知足 念知足 妄想少了 心就干了 思想知足 理就明白 不去胡思乱想 道理就懂得 除世代人旧 日常生活当中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断一切我 修一切善 更进一步的 能够学习为人 牺牲自己的享受 帮助苦难众生 这是大慈悲性 慈悲里头有真乐 诸位都花眼镜就知道 花眼镜 许许许多多有菩萨 看到众生快乐 自己快乐 一众生得乐 认为自己快乐 并不是自己快乐 自己想说 没有 看到众生 利益一切苦 得一切落 那是自己真正的享受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那么今天 消除业障的方法 就跟诸位包含到此对 话虽然不多 诸位如果能真正记住了 会很有效果 确确实实能帮助你 消除业障 使你生活得到幸福美满 修行功夫得力 我们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